法庭外爆出一陣欢呼 镜头前41岁的巴基斯坦义男子 萨伊德走出法院 结束长达23年的冤狱 而案情逆转的关键竟然是他 萨伊德1999年被控杀害前女友 年仅19岁的黎海敏 当时尽管证据不足 萨伊德依旧被判入狱 长达20年上诉全被驳回 直到热门犯罪Podcast 2014年点出黎海敏案多处疑点 节目引起关注成功翻转判决 全案获得重新调查的机会 经过调查发现凶手可能有两人 当初警方只用手机定位 就定罪萨伊德 也被认定太过草率 案情大逆转 2019年被HBO拍成纪录片 Podcast更因此声明大噪 黎海敏案的下载次数 超过三点四一次 尽管全案还在调查中 但挥别20年苦劳 萨伊德终于能呼吸 新鲜空气 三里新闻 怀孙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工的